来的一些气派 然后呢 再从历史呢 建一枚火种 那现在呢 你看到我们现在呢 现场已经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大家已经唱起了京剧 我是北京人了 我们现在这个欢乐的海洋 这个舞台的中央呢 有一盏琴灯 那这盏琴灯呢 就是今天我们启动仪式 刚刚首都各界代表 来点亮的这样一盏琴灯了 我们都知道呢 八达岭长城呢 现在呢大部分的建筑 是从明朝的一些建筑 但是呢我们的万里长城 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 把北方的长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路呢 要敲响新年的第一声钟响了 这个一百零 是在北京的八达岭 刚刚我们看到了 我们已经到这个 在八达岭现场 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 他们这个穿着很 古装到了牙齿 这个画面是来自北京 世纪坛 在世纪坛呢 是这个新天年的 这个祈祷世界和平 民族希望的 对六千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高度 整个这个灯光 大家呢基本上都汇聚在 这个七达四的这个门口 以及钟楼的门口 有很多人呢都已经排队 等候在这个千禧大中的外面了 在大宴内进行 但是在两千年的时候呢 减半活动这么一个宗旨 所以呢像以往的这些文艺啊 表演活动一例 在撞响着这个 寺里边的一口鼓中 希望呢在来 打出叫龙号 确实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们看到现在在巴拉岭 常常人们的女精 十年快乐 在我们度过了2013年之后 让我们临结一个 崭新的2014年 是的 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国旗 现在我们期待已久的 四地表演 中国同风 其实我看到上海这个感受 我真的觉得它是 可以代表我们中国的形象 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地上海 都 Record 主着 只要 得 就 非常 ост MING PAO TORONTO